糖鸟病是一种慢性的带性疾病,人们常常用称它为妇鬼病,因为糖鸟病的发病率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的,糖鸟病之所以不让人感到害怕,并不是其本身,而是其并发症。 糖鸟病足,糖鸟病炎,糖鸟病症病等,让人痛苦不堪。糖鸟病者,身体出现五个症状,提示并发症要来临。 消灭四肢育膀,身体出现这五个症状,可能是并发症要来临。 症状一,极度口渴,大家都知道糖鸟病的初期症状是三多一少,口渴也是非常典型的症状之一,但是这况口渴是在喝水一口。 这个症状就可以得到缓解的,但是糖鸟病患者如果发现自己出现了极度口渴,并且大量喝水一口,症状还没有得到缓解。 这时候就要注意了,糖鸟病患者在大量喝水一口,常常会出现脱水的情况,这时候血糖症会升高,出现糖鸟病同症酸中毒的几率也大大增加。 这种并发症,一旦出现可危机性命。 症状二,视力模糊,如果平时出水年不好者,或者是大量用眼以后,出现了视力模糊的情况,这时候不用担心。 但是,如果不是以上因素的影响,且出现视力模糊越来越严重的情况,那可能就是糖鸟病已经引起的眼部的病发症,又称为糖鸟病是网膜病变,并且病成越障越危险。 所以,患有糖鸟病的患者,尽量每半年进行一次眼底检查。 症状三,手脚麻木,视糖骨膏还会总害全身神经,特别是手脚,导致出现麻木、刺痛的感觉。 此外,如果糖鸟病出现心血管病变,也会影响血液循环,而四肢离心脏最远,血液循环不畅,无法及时送打到四肢,九肢导致溃疡甚至坏死。 所以,当手脚出现肿胀、麻木、发红时,就要禁弃糖鸟病足了。 症状四,皮肤搔痒。 当身体中的血糖过高时,体液相对于正常人就会较少,所以会出现皮肤干燥和皮肤糟糧的情况,很多人会不自觉用手去抓皮肤。 如果出现伤口,很容易感染,糖鸟病较严重时,皮肤还会出现水泡、皮疹、妥卸、黑斑等现象。 皮肤局不自觉出现发凉、蜡状、五毛等现象。 症状五,鸟中泡沫多,出现小便泡沫多,多是蛋白鸟所致,可能预示着肾功能出现了所害。 蛋白鸟是糖尿病肾病的临床标志,糖尿病患者的肾小球女化肠罢有蛋白鸟现象。 所以,糖尿病患者应该定期复查鸟蛋白。 日常生活中,糖尿们应该如何控制血糖、预防病发症呢? 第一招,饮食中蔬菜豆制品不可少。 蔬菜和水果是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主要来源。 这些物质是血管的清道夫,可以帮助降低血液到胆固醇水平,改善血管的弹性。 糖尿病患者每天建议收入一斤蔬菜,多人化搭配。 第二,像土豆,玉米这种不宜作为蔬菜,要当成主食。 因为容易生糖,食用的话要减少主食摄入,牛奶每天300毫升。 在此基础上,搭配适量豆制品和海产品,以保证出毒的维生素和矿物质摄入。 第二招,酱桃茶饮,要常备自制酱糖茶。 蒲公英桑叶茶,一,取晒干的桑叶15克,晒干的蒲公英也40克,将两者混合支援支撑蒲公英桑叶茶即可。 二,存储在玻璃瓶中备用。 三,每次取2-5克,热水冲泡,但茶饮即可。 方简,蒲公英具有黄骨砂针作用,对格兰式阳性菌,格兰式阴性菌,真菌,螺旋席等多种病原微生物,均有不同程度抑制作用。 对金黄色葡萄球菌,表皮葡萄球菌,容设性链球菌,塔塔球菌均有显入抑制作用。 二者搭配在一起,酱糖效果明显,又可以预防糖尿病病发症,适合糖尿病患者引用养生。 第三招,适量运动,研究表明,长时间久坐的人比经常活动的人离患糖尿病,心脏病获得王威显高两倍,什么样的运动最适合糖尿病患者呢? 一般来说,适量、全身、节奏性的运动为好,比如常见的散步、卖逃、太极拳等,糖尿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病情和身体情况进行自由选择。 在进行运动之前,糖尿应当进行5-10分钟热身运动,正式运动的时间应当持续20-40分钟,时间太短看不到效果,太长则容易损坏关节等。 运动结束前,一做5-10分钟的整理运动。 第四招,定期检查。 检测意义,糖化学红蛋白主要反应。 患者,最近两三个月血糖控制的平均水平。 检测意义,排查糖尿病病。 三,检测图,一到三个月查一次。 检测意义,心脏受损是糖尿病患者的肠腺病发症,而且常有无症状的情况。 四,视力和眼底、胸片、神经系统检查。 一年检测意义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